一路人才要走过骑楼 一瞬间外头的大招牌 突然摔落地面 碰的一声 两个人紧缩肩膀躲到一旁 巨大声响 连管理员也走出来查看 从他们摆动的衣服 看得出来风真的很大 大到能够将招牌吹落 招牌歪歪斜斜 重重压在机车上头 墙外只留下电箱和破损电线 新北市永河路二段 上午11点多 招牌疑似被大风给吹落 你早上有听到什么 就是风比较大的声音吗 还是早上 中央气象局永河侧站 还测到最大八级阵风 店家迅速找来货车处理 这台黑色机车车壳破损 地板满是零件 爱车平白无故 飞来横祸 车主也很无奈 是啊这个 这个是蛮危险的 前面的那个车壳 直接被那个不锈钢的管子插进去 对然后现在的话是那个 右边的灯会有一点损坏 但是是可以发动的 店家迅速和被波及的骑士和解 好在这阵怪风吹掉招牌 没有压到行人 造成任何人受伤 已经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下军程王宇竹 新北市采访报道 我好 好